非常欢迎总统先生来华出席中国中亚峰会 今年1月已对中国成功地进行了过世访问 我们一道宣布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双边层面践行命运共同体 翻开中土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今年是中国全面贯彻中国二十大精神的一个开局之年 我们在三月份举行了中国的全国两会 也产生了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全国人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久前 普库曼斯坦成功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 顺利完成国内重大政治议程 在你领导下朝着强国的新世代复兴目标迈进 建交三十一年来 始终秉持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原则进行友好合作 中土关系发展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中方愿同土方一道努力 把两国关系不断地向前推进 更好地照顾于两国人民